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天才与爱情的故事 男主角天生就脊椎弯曲挺不直 因此跟他相依为命的男主妈就带儿子 来找一生男做了一个附件套装 必须在双脚装上矫正支架 这造成男主角行动很不方便 走路很不自然 但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最强小学的校长男跟男主妈说 你儿子是智障啊 他智力测验分数超低 只能去上弱智小学 但男主妈坚持自己的孩子 没问题要让他读最强小学 我要让他赢在起跑点嘛 要什么条件你自己开我单身又有钱 于是晚上男主角就一直听到 校长男跟妈妈不断的发出 哦哦哦的声音 不晓得在干嘛 可能在修水管吧 啊修完水管 男主角隔天就可以坐校车 去读最强小学咯 但是在校车上 其他小孩看男主角 脚穿铁架走路很像智障 都不想跟他做 因为听爸爸妈妈说 靠近智障的话 我们也会变智障的 还好此时女主角横空出事 他没觉得男主角哪边有问题 加上他身边有个空位 给有需要的人做很合理嘛 哪来那么多智障理由不让人家做啊 之后因此结缘的男女主角 就变成了好朋友 男主角也发现 女主角的爸爸好像都会找他修水管 他不答应的话 他爸爸就揍他 所以女主角常常要男主角 陪他夺老爸的揍 私奔来男主角家税 还好后来女主角在男主妈 跟警察叔叔的帮助下 搬离他的受妇家 去跟阿嬷住 不用再被迫修水管啰 然后男女主角从此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你看得好羡慕啊 还男主角的单身狗同学们 也看得好羡慕啊 一羡慕就想生气 一生气就想耍智障 于是单身狗三人组 就跑来霸凌男主角 请他是石头 而女主角担心男主角 打不过智障就叫他快逃 男主角听了真的丢下妹子 自己狂奔 阿奔着奔着 他的脚架就坏了 可是这一刻他的腿 就像拉肚子的人 看到马桶一样 瞬间获得解放 他本来就是运动天才 天赋异禀 跑得极快 只是之前脚被铁架束缚而已 反正他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然后他就飞起来了 哦没有 他是跑着跑着就长大了 而且还跟女主角继续你浓我浓 害他那三个也长大的 还是单身狗同学 还是好羡慕 一羡慕就想生气 一生气就想耍智障 所以就持续霸凌他 害男主角又开始逃跑 跑得比车还快 而他这个跑速 吓得路过的橄榄球队的教练男 下巴都掉到肛门 他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快的男人啊 于是教练男邀请男主角 加入橄榄球队 男主角也表现优异 马上成为大球星 还成为踢宝生 免费上了大学 过得很爽 一直到这天 他淋着雨 在女主角宿舍外 等他回来时 却看到他被另一个男人男 开车再回来 他们还在车上 好像要修水管 哦哦哦哦的 男主角健壮 生气的冲过来狂揍男人男 害女主角尴尬的下来劝架 害男人男生气的开车离开 之后女主角把被与淋湿的男主角 带回宿舍换衣服 然后一边给他摸奶一边解释说 那男主角摸着奶 无力思考的说好 很快男主角就毕业了 而他是一个没想法的人 跟你一样 妈妈叫他读书 他就读书 女主角叫他跑 他就跑 教练男叫他打橄榄球 他就打 现在军队长官男 看他长得壮 叫他去从军 他就来从军 啊没想法 又喜欢听人命令的运动天才 在军中这种 需要服从跟好体能的地方 当然也是混得超好 一直到他上战场前一天 他来酒吧早 听说去当歌星的女主角 想到别时才发现 哇靠 我的女主角竟然是当裸体歌手 台下还一堆客人 想摸他 这怎么行 只有我能摸好吗 于是男主角 生气的揍翻客人 然后把女主角扛走 但离开酒吧后 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说 我想当歌手 但没人屌我 只有酒吧老板 给了我当歌手的机会 你干嘛阻止我啦 干 你又不是我的谁 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 我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 成为大哥星 之后男主角上了战场 遇到了嫡妻 就阵亡了 错他是运动天才啊 他各种跑步 散子弹 各种背着受伤的队友 逃离战场 而他的英勇 也让他成为战争英雄 受到国家的表扬 更唬烂的是 运动天才男主角 在军中意外接触乒乓球后 发现自己根本是乒乓球之神 打得超好 所以他后来就成为 军方形象大使 到处表演打乒乓球 给商兵看 还到各个国家打交流赛 替国争光 成为了大明星 赚了不少钱 过得很爽 一直到这天 他来参加一场演讲时 女主角就从台下冲出来 想跟他重逢 男主角也以为 女主角终于想通 愿意跟他交往了 因此激动的跑去迎接 结果女主角只是带男主角 去反政府组织里 介绍说这里的领导 一脸屌样的屌脸男 是我男朋友哦 而且你看他还会加爆哦 我也不晓得干嘛跟他在一起 可能他愿意让我在反政府组织里 唱歌吧 但打女主角就是不行 所以男主角就揍了屌脸男一顿 再带着女主角一起撕奔 但奔没两下 女主角就表示 你个自力测验的小弱子 都出人头地了 我也不能输啊 我要更努力追求我的音乐梦 我一定要成为大哥星 然后他就回去找屌脸男 和他坐车走了 看男主角一头雾水啊 我他妈都那么有名了 又疼你 你还不选我哦 是不是谁能让你唱歌 你就跟他好啊 后来男主角退了 我就跑来买了只吊虾船 然后跟他打仗时 救过的一个断腿男 一起出海吊虾哦 他们不是在搞机哦 只是没什么想法的男主角 答应过一个打仗战死的兄弟 说会帮他完成 刚上吊虾王的一月 所以他才跑来吊虾 但都吊不到 一直到暴风雨 吹爆所有港口的捕虾船 甚至刚好出航的男主角 船没爆之后 他独占所有的虾 成为吊虾王 赚了大钱成为亿万富翁 有的人以为他是运气好 才会做什么都成功 其实他就是天才 你看不懂而已 是你吊不到虾的话 你早就放弃了 你自然不会在暴风雨中出航 当然也得不到 独占所有瞎的机会 之后男主妈病死了 男主角也难过的 退休回家 打理家务啊 打没两下 女主角就喜从天降的 跳出来问男主角 可以收留我吗 我追求音乐 追到穷困潦倒了 这故事不公平啊 凭什么你是天才 做什么都成功 老娘那么努力追求梦想 却什么屁都没有 那男主角看爱了几十年的妹子 终于回头 因此明白 哈哈 人有了钱 妹子果然就是会回头 于是他开心的 跟女主角求婚 但两人当晚才激烈的交完配后 隔天女主角就丢下男主角 又远走高飞了 这令男主角白色不解啊 哪也摸了爱也做了 我又是大明星 还是亿万富翁 也不在意你的过去 你他们还不跟我结婚是怎样啊 后来男主角 伤心的开始跑步 听说跑步可以稳定心情 而他这一跑 就是两年多 除了吃饭睡觉小便 都没停过 总之 这夸张的举动 让他再次爆红 引来媒体报道一堆粉丝 跟着他跑 然后他就不想跑了 天才的举动不是你猜得到的 而男主角回家后 就收到佣人给他的女主角来信 上面写着女主角的隐居地 男主角一看 兴奋的冲来找女主角 然后就听到他说 恭喜你喜当爹了 我生的这个孩子 是你亲生的哟 真心不骗 运动天才的金子 果然也是天才啊 一下就攻占了我的小软软 那天我们打完炮后 我就怀孕了哟 反正医生说 我得了怪病毒 没救快死了 我之前消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但我想通了 我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愿意娶我 帮我养小孩吗 总之最后男主角终于娶了 他梦寐以求的女主角为妻 然后女主角就病死 男主角就开始独自照顾 喜从天降的儿子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明白很多人都跟校长男一样 用自己有限的能耐和方法 想去评估别人的能耐 可是凡人又有什么能耐 可以评估不凡的人 是不是不凡呢 可可